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2023年的9月29号 农历8月15中秋节 祝大家中秋快乐 这是今天第三次 祝大家中秋快乐 我们继续读晚年周恩来 这是听老府读书的第四十四段 大概是四十四段 作者高文谦 明镜出版社出版 在此之前做一个广告 在这本书读完以后 我想读野夫的长篇小说 国振 野夫是土家族 本名叫郑士平 现在在泰国清迈 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好朋友 那么他的书 他的文字一向非常厚重 在当代的作家中 像野夫的文字这么厚重的人 我觉得以我的所见 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 我读他这部书 我是把它 作为历史来读的 如果他仅仅是一部小说 我可能就不读了 那么欢迎大家告诉野夫的粉丝 也来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下一步在这里 他们将看到 他们将听到 我读他们的偶像 土家野夫的书 谢谢 现在我要读的是 晚年周恩来的第八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 这一节题目呢 叫尼克松访华 大概呢 需要读25分钟到30分钟 希望大家不至于太累 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访华期间 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 而不是毛泽东 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 周台前幕后忙里忙外 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 风度和魅力发挥的淋漓尽致 和尼克松一起 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 这出戏演得有声有色 为了迎接中美关系史上 即将接踵而来的重头戏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 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由周本人亲自挂帅 并由他典将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小组 所要成员 包括叶剑英 姬鹏飞 黄华 熊向辉 张文进 王海荣等人 周恩来多次主持工作小组开会 研讨会谈方案 与你各种对策 并对尼克松 基辛格的个人历史 政治观点 家庭生活习惯等方面 都做了深入的研究 周还特地抽空阅读了 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 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 巴顿将军 与此同时 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向与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均负责人解释 中央新的对美外交政策 解答党内领导干部思想上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问 首先打通他们的思想 做好思想转慢工作 接着 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一直传达到各地基层党支部 借此向普通老百姓下点毛毛雨 中国与世界上头号地固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即将出现重大变化 1971年7月9日 基辛格按照中美双方精心策划的代号为波罗的秘密计划 途经巴基斯坦以生命为由 成功地躲开了新人界的追踪 人不知鬼不觉地乘坐八行专机 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 直抵红色中国的新葬北京 和周恩来一道演出了现代外交史上 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从今天来看 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象征意义和轰动效果 远远大于实际效果 他的历史作用在于 经过多年的互相敌视和隔绝之后 中美两国的高层官员 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 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不失各自原则的前提下 向对方展示了善意 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测高深的神秘感 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 沟通和协商 然而 当两个长期以来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 互被对方视为青面凉牙的魔鬼 面对面的坐在一起时 其气势的紧张和尴尬可想而知 基辛格一直忐忑不安 表情僵硬 随时准备 周恩来一上来 就会狠狠敲桌子大骂一顿 详行之下 周恩来虽然在表面上震惊自若 内心却并不轻松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 对周氏的第一印象做了这样的描述 他脸容瘦削 脱带憔悴 他神采奕奕 双目炯炯 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 既谨慎又满怀信心 他身穿一套简材精致的灰式毛色制服 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 却甚为优美 他举止 显雅 庄重 他使举座主 瞩目的 不是魁伟的身躯 像毛泽东 或戴高乐那样 而是他那外食内章的神情 钢铁般的自制力 就像是一根 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 但如小心观察 就知并不尽然 会谈中 这种最初的紧张拘谨的气氛 很快就在双方进入角色后 一扫而空 这在很大程度上 与中美双方 有着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 都采取了不回避分歧 开诚不公的态度有关 即摆明本国的观点 不失各自的原则 又尽可能的求同存异 寻求和解 会谈中 双方图了一般性的交换 各自的观点 试探对方的虚实外 还花了不少力气 讨论新闻公告稿 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处 一 尼克松访华 是由哪一方主动提出的 二 中美最高级会谈 将包括的议题 三 来访的适当时间 基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 是尼克松先要求访华 中国才邀请的说法 对此 周恩来表现了相当的善意 设身处地的替美国人考虑 认为这样的说法 确实会让美国人的面子难堪 而又非原则性的问题 建议避开 避开提水主动的问题 改为 霍西 尼克松总统希望访华 中国方面邀请 关于会谈的议题 周建议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 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意见 这一句暗藏玄机 让苏联人看了 肯定不舒服的话 后来颇得毛泽东的好评 在来访时间的问题上 周氏也尽量体谅美国方面的难处 改为1972年5月之前 不定死时间 以便美国灵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间 毕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 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美谈会谈中出现僵局的时候 擅长打圆场的周恩来 总是提出诸如 暂时休会 吃烤鸭 或吃烤鸭的建议 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气氛 为了让美国方面 能够理解文革时代的中国外交 重要的不是某些激励的言辞 而是要看实际的行动 周氏还有意的把话题转到了 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对此 季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 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午餐过后 周恩来把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 我委婉的表示 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等周恩来继续说下去 坚持认为 如果我们要打交道 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 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 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 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 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 在这两者之间一律成同 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 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 他一旦遇到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 纷争于街头 就会使50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 他再一次讲到 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 现在回忆起来 我还不大明白 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 除非他想要表明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他与文化大革命无关 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好喝的安吉白茶 在基辛格即将结束访问时 中美双方商定了两国今后秘密联络的地点 法国巴黎 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 和中国政府指定的驻法大使黄振街头 尽管双方都认为不必再使用 伊斯兰宝这个信箱了 但周恩来仍然提议 我们不妨偶尔继续利用一下巴基斯坦这个渠道 中国有句老话 不能过河拆桥 1971年7月15日 中美双方按照预宣的约定 同时宣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新闻公告 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整个世界 造成了外交上的尼克松冲击 使各国政界和新闻界目瞪口呆 引发了国际局势的连锁反应 应该说在这场由中美联手 与整个世界玩的捉迷藏游戏中 中国是更大的赢家 仅仅三个月后 联合国第26届大会 就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 决定接纳中国 并且驱逐台湾 历史在这里 似乎给这场戏的风投人物基辛格 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事后基辛格不得不自我解查地承认 我说过 光是中美接近 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然而正当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 为两国的高峰会谈做准备的时候 中国的政局风云突变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 毛泽东的接班人 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 仓皇出走苏联 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 给中国的政局以极大冲击 宣告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 一时间 国内政局的阵脚大乱 陷入了自顾不暇的境地 事件发生后 周恩来不得不把内政外交的其他事情放置一旁 紧急处理善后事宜 但他在百忙之中仍然惦记着正处于微妙关头 而且上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 估计到美方会担心中国政局的动荡 而影响尼可松的访华 为了给美国人吃个定新闻 他随后利用了与基辛格商定的巴黎秘密渠道 指定专人向中国驻法大使黄振交底 让他设法告知美方林彪事件不会影响中国对美国的态度 有关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工作 将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这样才使得忐忑不安的美国人松了一口气 10月20日 基辛格按照计划再度访问中国 为尼克松访华做安排和准备 与上次的心情相比 尼克松这次显得轻松多了 而且由于不久前 他的秘密访华轰动世界大出风头 而显得志得意满 神气十足 相信之下 周恩来此刻的心情却迥然不同 尽管这是林彪事件 对政局最初的冲击刚刚过去 但他却还没有从这一世界所造成的 内心震撼中平静下来 他十分清楚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难以为继 必须设法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 善于见机而坐的周恩来 开始有意识地把尼克松访华 作为摆脱文革困局的一次机会 着手改换国内的政治气氛 他下令各地进行政策教育 降低宣传上反美的调子 清理街头上过左的标语口号 恢复在文革中被破除的老字号 电名等等 这种做法亦被毛所认可 因为当时毛被林彪事件 弄得灰头土脸 也急于要在外交上打一个胜仗 来转移国内的视线 掩盖文革的败局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 这样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 因此格外小心翼翼 掌握其中的分寸 绝不跃出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 周氏这种临身吕博的心态 在西方新人界因乒乓卖交 和基辛格秘密访华 而对他倍加赞许后表现更甚 他深知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 为此专门批评了新华社 在参考资料上 登在西方报刊 吹捧他的文章 说吹我的 独了讨厌 要求今后切实改正 同时在接待工作中 周恩来处处注意 把舞台上的聚光灯 照射在毛泽东的身上 在这次设宴招待 吉辛格一行的 急性驻酒词中 他特别强调 中美两国关系中断22年之后 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 就要揭开新的一章 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 和尼克松总统 用这种方式向外界表明 掌握中国外交的是毛 而不是他 以免喧宾夺主 惹毛不快 招致猜忌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重头戏 是讨论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 本来这一点并不在原有的议程之中 中国鉴于中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 对此早已做了两手准备 争取谈成 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公报 也做了谈不成 不发公报的准备 而美国方面 却担心如果尼克松空手而归 会在世人面前 留下访华失败的印象 在美国国内无法交代 为此 基辛格提出 希望在他离华前 中美双方应对公报 达成一个总的谅解 并提出 美方为此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 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 刻意强调双方的一些共同点 同时玩弄文字游戏 掩盖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并在台湾问题上 回避美国撤军问题 反而要中国承诺 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美方的这一草案 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 因为这只会给人们 造成中国为了从美国和解 不惜与原则做交易的印象 这一点也是毛泽东 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时 最为忌讳的地方 为此周决定把美方的草案 推倒重来 由中方另起炉灶 参照过去国共和谈 在双十协议中采用的 各说各话的办法 提出了一个打破国际惯例的写法 既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 同时也吸收美方草案中的 某些可取之处 体现出双方的共同点 但是毛泽东对中方 起草的方案仍不满意 认为发言权不大 一点神气也没有 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么公报 在这种情况下 周恩来先是小心翼翼的劝说 毛体谅美方的疑难处 然后表示坚决按照主席指示 修改联合公报的草案 最后在草案中加了大段体现毛 历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诸如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国家要独立 民族要解放 人民要革命 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等等 对此毛越后表示满意 说写了他的一些老生腾弹 有点神气了 但这样一来 美方又提出异议 感到难以接受中国方面 这一充满火药味的提案 表示尼克松无法在这种 好像是审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签字 双方的会谈会此一度陷入僵局 于是周恩来又转而做美国人的 说服解释工作 历程这样写的益处 历程这样写的益处 说用漂亮的外交辞令 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 往往是犯空炮 是祸根 公开的摆明分歧 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在周恩来的宣说下 基辛格转而领悟到其中的妙位 公开的摆明分歧 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放心 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而且正因为坦诚存在的分歧 双方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 于是 基辛格表示 美方愿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写法 但认为其中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 还是过于僵硬 火药味也太浓 建议删掉这些话 这次周恩来表示理解 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 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意见 特别是那些富有建设性的提法 从而打破了会议一度形成的僵局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是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来的一个模棱两可的提法 即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 这一提法照顾了双方的颜面 暂时回避了分歧 绕开了影响中美和解的这一最大障碍 在准备接待尼克通访华的问题上 周恩来一直煞费苦心 小心翼翼的走钢丝 既要推动并且维护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 完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转变 进而促成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 又要与对手美国人聚礼力争 处处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这一点在接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副助理黑格率领的先前组仪式上 表现的尤为明显 1972年1月4日 周恩来在会见到访的黑格时 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 他在通报印拔局势时 称苏联正在大幅度的改变政策 以包围中国 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 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周识 马上意识到黑格所流露出来的 某种地国主义情绪 随即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也很生气 说包围中国 要他们来救我 那怎么了得 他替我们操心啊 是毛哭耗子 为了驳斥美国方面提出的 这种有损中国国家尊严的观点 周恩来随即 要外交部的翻译和专家们 辩查各类词典 他本人也动手 核实有关的外文资料 在确实弄清 就是那个生存能力 那个英文词 什么viability 我不知道发音对不对啊 我英文不灵 这个如果说 参加某一个活动翻译 能翻译的人不在边上 我也会惊慌失措 这个左右狐疑的 在确实弄清 生存能力 意思准确含义后 周恩来在从黑格的第二次会谈中 专门批驳了这种观点 强调说 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 生存能力 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 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证人 充当保护人 我要直率的说 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应 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应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竭理亏 而表示收回这个用词 稍后 黑格在上海时 因不懂中国的礼节 而得罪了上海地方当局 恰好就在这时 美国政府发表了两个中国的言论 上海方面便借机来整黑格 向他提出抗议 并在接待上降温 处处给他冷脸子看 弄得黑格恍然不知所措 不过为了不影响尼克松访华 只好忍气吞声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 感到做的太不像话 有损中美和解的大局 但因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营 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 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周便直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取得毛的表态后 立即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 点名批评上海的这种做法 指令接待工作要加温 并说毛特意关照 给每个美国人送十斤糖果 这样一来 黑格一行才转脑为喜 满载而归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 只在迎客之际 作为尼克松访华东道主的毛泽东 突然大病一场 而且病得不轻 甚至一度陷入昏厥 这完全打乱了中国方面的接待计划 周恩来为此心急如火 非常担心 已经迫在眉睫的尼克松访华 出现变故 使两年来所花费的努力 前功尽弃 但又一筹莫诊 只好在表面上不露声色 一切还照原计划进行准备 同时积极组织对毛的治疗工作 盼望他能早日康复 毛泽东这场大病事出有因 本书上一章已经提到 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林彪事件打击的结果 对林彪致死 毛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 喜的是庆幸他本人逃过了 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 忧的是 林彪曾长期在政治上追随他 彼此之间关系极深 剪不断 理还乱 在这种情况下 林彪事件的发生 使得整个文化大革命 成了一场闹剧 而且毛本人的形象 也受到严重的死害 陷入极为难看的境地 这种精神上的重创 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 使得毛泽东的情绪 颓唐 抑郁中日 内火工心 终于病倒了下来 对此 毛的保健大夫李志 随回忆说 毛的体质上 有了惊人的变化 在林彪的党羽 陆续被捕 毛的安全确定后 他又像1956 1957年 反右运动那样 一天到晚睡在床上 表情忧郁 毛化变得少了 无精打采 一下子苍老许多 步履迟缓 站起来的时候 驼背的明显 睡眠更加紊乱 令情形更加严重的是 毛泽东拒绝服从医生们的治疗 使得病情持续恶化 乃至一度昏迷休克 为此 主持整个接待工作的周恩来 如坐愁成 因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即 已经无法变更 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话 势必引起外界的各种揣测 使尼克松访华的效果 大打折扣 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 非常了解毛个性的周 却很清楚对毛治病 不能操之过急 强求只会适得其反 因此在治疗问题上 只是小心翼翼的 蜿蜒相劝 帅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